董事长 新一期的十一项目已竣工 请您过目 下秘书 我要和林一龙回他老家云溪村 见未来婆婆 近期公司的事就全权交给你处理吧 董事长 那云溪村可离咱们北城 距离三千多公里了 您真要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吗 现在交通这么发达 距离早就不是问题了 您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受了委屈 连个依靠也没有 您觉得真的值得吗 当然值得 这么多年 接近我的除了图权 就是图钱 林一龙认为我是个普通员工 还真心待我 女孩的嫁人 不就是图丈夫 真心对待自己吗 可是咱们存世集团 是北城第一大企业 需要您 喂 林明雪 我到火车站了 就等你了 好 我马上到 董事长 你就别再劝我了 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 我要走了 那我给您安排私人飞机 路途遥远 这样您坐得舒服一些 不用了 林一龙还不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 我们坐火车就行 你把公司管理好 对了 你再给我准备一套农村的衣服 哎 妈 这我哥怎么还没回来 这算算时间 你快到家了吧 哎 妈 你说我哥找着城里媳妇会不会很挑剔 看不上咱们农村人呀 他敢 等会儿啊 给他来个香马威 我让他知道 为人媳妇婆婆就是天 对妈 让他知道知道 咱们林家也是有家规的 哎 月雪 这就是我家了 到了 好 哎 我提着吧 那块 走 走吧 妈 我和月雪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快 快 来 来 妈 儿子啊 你可算回来了 阿姨妹妹你们好 你就是英雪啊 进了我们家不改口啊 哦 阿姨我呀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 这刚要拿出来呢 这么多的东西 你还要给你准备了好多礼物 你就让我儿子一个人拿呀 嘿妈 我是个男人 这怕啥 对了 也许给你买了好多礼物 对妈 你看 这呀是我从国外给你带回来的 是香薰 你这是周死吗 你这是周死吗 哥 你老婆也太不懂事了 这香是给死人用的 你们想周妈死吗 我我我 这 儿子 你这媳妇 是想我命长啊 哎 妈 不是的 这香薰呀 可以改善环境 还能去除异会呢 重要的是 她还能安神助眠呢 你这是嫌我们农村又大又臭吗 你没事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妈 你误会应血了 现在啊 城里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 这是应血特地买来孝敬您的 我不管 反正我们这个村儿送下就是不给力 叫到这儿就随这儿的规矩 少拿城里那套来忽悠我 妈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有意的 我看你还狂不狂 嗯嗯 妈 应血了要不值得不快 这一路啊快把我累死了 没应血 坐 一龙 等一下 怎么 想我们农村脏 不敢揍我们的凳子啊 啊 没有吗 一龙啊 这次回来就不要回去了 妈 我和应血啊 在城里都有自己的工作 这次回来也是请假回来的 哎呦 你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小职员吗 能挣多少钱呢 城里的消费又那么高 听我妈的话 你就给他一起回来 应血 你也不想这一龙压力那么大吧 好的妈 听您的 听您的 一龙 我没说好 这次回来就聚几天的呀 哎 应血咱先答应着 你省得他啰里啪做的 你别忘了再说了啊 先听妈的啊 好了 就这么定了 应血快去做饭吧 我儿子周城劳顿 一定是饿了 啊 做饭 哼妈 看来我这个未来的嫂子 在城里娇生惯养惯了 来到农村人都不想干活了 不是的 妈 我是真的不会做饭 女人不会做饭 你嫁什么人啊 小语啊 你少说两句 妈 应血第一次来 让他做饭 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看挺合适 程应血 以后家里的饭 都是你做 啊 啊什么啊 还不赶快滚去做饭 好吧 哎月轩我坐那 男人就得有个男人的样子 就是哥 你现在拿不住他以后都拿不住 哎呀 我这我我这 我这该怎么做呀我 程又轩你要死啊你 快点 妈 哎呦 程应血 你嫁到林家一年了 你干活干活干不明白 你肚子肚子没个动静 我们老林家 这是遭了什么孽了 取了你一个好吃男做的东西 妈 我 行了 一龙在城里打工 一个月再回来一次 你今天给他做点好吃的 给他补补 哎呀 老嫂子 感激回来了呀 哎呀 你看看 不愧是城里来的媳妇 这都嫁过来一年多了 还细瓶内肉了呢 现在好 嘴刀的情形 不过啊 生股淡苦了点 应该不好生养吧 是啊老嫂子 你这媳妇儿 娶回来的一年多了吧 这肚子 怎么没点动静啊 老嫂子 你这城里来的儿媳妇 该不会 不会下蛋吧 我们家的儿媳妇年初才进门 现在都快生了 别瞎说 我儿子工作忙 暂时没有药 哎呀 忙什么忙呀 老嫂子 我看肯定是你的儿媳妇的问题 生孩子 我和一龙自由打算 再说了 这生孩子 也要讲究缘分的 老嫂子 你这儿媳妇的脾气还挺大的 我也是为你们好 他还给我傻脸子呢 我没有 你嘴 我老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哎呀老嫂子 你呀别生气 我呢正好有一个偏方 甘致不孕不育 还能保证跟你收孙子呢 真的吗 什么偏方 给我说说 当然了 来 按照照上面的儿 回去拿了土 当药引着 保证你抱个大孙子 来 好 我这回去就饿 妈 这土怎么能喝呢 应选 你城里来的不懂 这是我们的土方子 黑管用的 赶紧和你妈 去喝药去吧 走 走 走 下秘书 你说我们这次来芸汐村董事长能给我们回去吗 一年前董事长为爱放弃集团远嫁到芸汐村听县人说那家人对董事长一点都不好 这次我一定要劝董事长回去死 好吧 陈英雪 医药给你捞好了喝吧 妈我不想喝 而且我真的没有病 陈雪 听手一句话 喝了你就能生大胖小子了 我 赶紧喝 我们离家的香火可不能断送到你的手里 生不出来孩子给我儿子离婚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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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费劲 陈英雪 快去给你婶子切西瓜 等以后啊 胜出了孩子还得感谢你的婶子们 好 啊 啊 妈 妈我动得动 啊 我们老林家 怎么娶了你一个好吃难受的媳妇 让你干这块你就肚子疼 我起来了 妈 我没做 我是真的肚子疼了 哼哼哼 妈 这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我看她都快死了 摁 这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 我看他都快死了 不可能 你可别乱说 我告诉你啊 这偏方绝对没问题 吃不死人了 可能啊 赶紧装鼠了 太矫情 别管他 咱们走 小云 我求你送我去医院 砸死了 别碰我 小云 谁来救救我 一龙 一龙 什么 下面一说 不好了 董事长被那个婆婆 土壳灌药 中毒快死了 快要医生去林家 老嫂子 你这城里来的儿媳妇 还真是教会 这赶个急还能中暑 这以后怎么帮你干活呀 以前呢 都算有个城里媳妇 有福气 我看呢 不见得 说实话 承认学 真比不上冬花嫂子家的小丽啊 是啊老嫂子 我们家小丽啊 年老大不小了 绝对好生养 今年年底啊 他要再给我生不出来个孙子 我就让他 跟我儿子离婚 让小丽当我的儿媳妇 这赶跑啊 你们谁呀 你们干什么 哎 你们怎么随便闯入别人的家呢 程小姐今天要是有什么三车两短 我让你们全部陪葬 程小姐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 程小姐 你醒醒啊 医生 他怎么样了 哎 你们干嘛呢 怎么能躲别人家的媳妇呢 放开他 他没事 哎呀 这么天理了 这光天是坏人 这下还打人呢 你再多说一句话 你试试啊 哎呦 这造孽啊 造孽 妈 妈 妈 怎么了这是 一龙 他们四次闯进我们家 他还打人 你们是什么人 放开一血 程小姐都快病死了 你还问怎么了 他为了你原家千里 你就这么对他的吗 一雪 你没事吧 一雪 病人食物中毒 需要马上催吐 现在需要扶着房间 哎呦 真麻烦 哎 妈 你到底给一雪吃了什么 哎呦 我还没给他吃什么呀 他就是中暑了 别听大人瞎说 妈 我进去看看 哎 医生 我老婆怎么样 没事 身体有点虚 以后好好照顾 我就行了 好 妈 程小姐他不会有事吧 你怕什么 能有什么事了 就在城里人身是多 哎呦 你看他这阵势 刚才差点吓死我 你怕什么 该吃吃 该喝喝 万一他要是死了咋办呀 死了正好 让你哥呀 娶你小李姐 哎妈 你看那些男男女女 还有穿黑衣服的 那些人是谁呀 哎 估计呀 你哥的绿帽子 早戴上了 夏政 这边没你们什么事了 你带着人 先回去吧 好的董事长 老太太 我们就先告辞了 希望你对程庆学好一点 呸 什么熊玩意 看得给个绿帽贵意 就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个鹦鹉呢 鲤鱼 过来 好嘞嘛 程庆学 死了没 小语 你这是怎么给嫂子说话呢 小语 你不能这么说你嫂子 她是个好女人 哼 我就这样 我都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还不愿意放过我吗 妈跟我说了 你还没死的话 就下地干活去 你 你欺人太甚了 哥 你就等着被戴绿帽子 后悔吧 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我食物中毒 你们不给我叫医生 幸亏我朋友来帮忙 要不然 我就死了 我们哪知道你那破身子那么差 别人吃了那土方子 还能生个大胖小子呢 救你不行 这难道都是我的错吗 当然是你的错 要不是你那个肚子不争气 我妈至于累死累活 给你找偏方吗 还花我哥的钱 我哥挣了俩钱容易吗 都给你花身上 我 我没有花过林玉龙一分钱 小语 刚才那个医生啊 没收我钱 对了 你嫂子刚好 你去给她熬点粥喝 要我给她熬粥 要不我去澳洲 你那边看见嫂子 行行行 我去 对不起 应许 让你受苦了 没关系 只是你别让妈再给我弄偏方了 这孩子的事情急不得 这还要扣缘分 不会的 我不再让妈给你弄偏方了 让你吃 让你吃 给你 程昱雪 好了 吃饭 谢谢你 小语 昱雪 喝点吧 哎呦 到底是城里人 吃个饭 还得让人喂 一龙 我自己来吧 我的手 我的手 程昱雪 你就是故意的对不对 不 我不是的 一雪 你没事吧 你就是故意报复我 我辛辛苦苦 我给你熬的粥 你不想吃也就算了 还把它打翻 我不是 小语 你不要胸口呸人 我的手 在切菜的时候 不小心伤到了 刚才拿药的时候 烫到了 所以才打翻的 什么 叶雪 你的手受伤了 程昱雪 你就是个心机表 你故意打翻他的 我们离家造了什么孽 娶了你这么一个媳妇 哥 妈都生病了 你也不关心关心她 只关心你老婆 尼龙 你先出去看看妈妈 好 小语 我的手 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药膏 没有 我们家的药膏就那么点 哪有你的份 老嫂子 东华家的小丽 明天回来 说是要办个接风宴 咱们一起去帮忙 是吗 那是好事啊 走 咱们去帮忙 走 哼 听到没有 我哥青梅竹马的 陈丽姐要回来了 你呀 连人家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陈丽 青梅竹马 喂 夏秘书 帮我查一下陈丽 是 对了 夏秘书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的 我不放心董事长 雇了人 混在村子安装保护你 你有不方便的事情 也可以随时和小田帮你 我稍后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 好 那公司这边你多注意 是 董事长 我远嫁 幸好没告诉家人 哎呀 小丽他妈呀 小丽在城里混得不错吧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看是谁姑娘呀 哎 那不是小丽川吗 回来了 回来了 哎呀 我姑娘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哎呀 丽啊 你可想死妈了 快回家 哎呀 丽啊 你可真给妈长脸呀 开这小车车就进村了 哎呀 小丽啊 你可真了不起 年纪轻轻的 就开这么好的车 不像他们家零容的西瓜 坐大巴车就回来了 气死我了 这干死的程序 真是丢死人了 是吗 桂花婶子 我伊龙哥也回村了吗 是啊 小丽 前几天 你伊龙哥呀 还问起你呢 哎 那不是林龙吗 旁边那个 就是他城里的媳妇 伊龙哥 伊龙哥好巧啊 我回村 你也回来了呀 啊好巧 好巧 伊龙哥 你过来呀 人家好久不见你了 跟你说会话 快来呀 哦哦 好好好 就过去了 伊龙哥 你又变帅了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我的妻子 陈下雪 我带她过来转转 你好 听说 你还是城里人啊 这皮肤 看起来也不怎么好呀 都说这城里人皮肤好 我觉得 你还没我这个村里人皮肤好 我只是生病了 所以看上去 有些憔悴而已 小丽 人家城里来的姑娘 可浇惯了 这都来了一年了 还水土不服呢 哟 什么水土不服啊 我看呀就是不孝顺 这打工在外常年不回家 这猛一回来能不水土不服吗 我 我没有水土不服 我我我 行了行了程英雪 你还不想丢人呢 赶紧不回去 看见你就烦 妈 你别那么说英雪 哎伊龙你别喝马草 我回家就是 回家等你 哎 你别走呀 我桂花婶子 就是直心肠 没有坏心眼 你这个做晚辈的 怎么跟她一般见识啊 哦 我没有生气 既然我婆不想看见我 我就不惹她心烦了 哎 看看看看 还是咱村里的小丽董事 硬雪你看你的脸都拉了下来了 还没生气呢 我不是真的好了好了 今天是我的接风宴 我也不想让一龙哥为难了 你呀就跟着一龙哥 在我家吃点好吃的吧 一龙哥 我们走吧 你拉我老公干嘛呀 快来 一龙哥 你就坐这 大家随便坐啊 我坐这里不合适吧 一龙就坐小丽旁边 对呀 来来来大家坐 来 坐坐坐 一龙哥 你是嫌弃我吗 不不不 我没那个意思 我没那个意思 哎呀一龙 你和小丽那么长时间没见面 聊聊天怎么了 英雪嫂子 我和一龙哥在一起说说话 你不会不愿意吧 哎 我什么都没说 你们怎么都怪我呀 哎 英雪啊 不是我说你 在我们村里当媳妇 不能这么小心眼的 也不是大家怪你 是给你讲清楚 毕竟啊 你们城里人瘦多啊 就是就是城里人 就是屁事多 就是 我 哎呀 现在你就别说英雪了 是我绝对不合适 呦 林一龙 你怎么这么怕老婆呀 叶雪 你这老婆当的也不太合格呀 既不能给人家林家生孩子 又不能给人家带来钱财 城里人雪 你看沈子们怎么说你的 害不害臊 这 这明明是我和林一龙的姿势 你们怎么能随意谈论别人隐私呢 哎呀 一龙哥 你看英雪嫂子 怎么这么不经说呀 他叫了咱们村 就得遵守咱们村的规矩 看他也太不懂规矩了 你 你这就是挑不理解 嫂子 你可真是误会我了 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呀 你敢对天发誓 说你自己都是为了我好吗 够了 陈英雪 老娘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活该 对嘛 好媳妇就有什么教训 英雪 小丽说的没错 你远嫁到我们村啊 就得听我们村里人的话 还得对我们村里人尊敬 妈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你要这么对我 还有你们这些人 就是巴不得我们家鸡犬不宁 哎 你怎么不是好歹呢 陈英雪 你还敢丁嘴 妈 过了在外边 英雪 你也少说两句 给我个面子 别给妈丁嘴 就是啊英雪 别生气嘛 桂花婶子 大家都消消消气 我给大家都带了礼物 你们快看看喜不喜欢 哎呀是吗 小丽啊不愧是我们村的人 就是懂事 就是 我女儿啊可优秀了 桂花婶子 你快看 这个呀 是我专门为你跳的金手镯 哦对了 还有一件衣服呢 你快看看 合不合适 哎呀真好看 小丽啊 你这镯子 我也喜欢 妈 这镯子得一万块 这衣服也得八千块呢 哎呀是吗小丽啊 你可真大方 哎呀老嫂子 你可真有福气 这东西 和你儿媳妇给你的 比起来如何呀 哼 村下婶子 你就别提了 当初程云雪 第一次来村里的时候 就给我妈送了几个破点心 来吃死了 哎呦 是吗 程云雪 你对你婆婆 怎么这么抠啊 不是的 那些都是国外进口的营养品 这么一小盒就要一万呢 千 你就骗人吧 我们虽然是脆的 但是我们也不傻 一个洋品 不就是和牛奶差不多吗 他能跪到哪里去呀 就是 你说你比不上我女儿 我们又不会怪你 你怎么还撒谎啊 哎 我没用 李云龙 你倒是解释解释呀 你就是说的对 那些是 行了 你丢人说谎 少拉我儿子 小丽啊 你这镯子 孙子喜欢 可好看了 沈子 你喜欢就好 我就想着 能让你和李亦龙哥高兴高兴 哎呦 小丽啊 你这话说的怎么像新媳妇讨好婆婆呢 沈子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呦呦呦 还害羞了 你说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一龙呢 春夏嫂子 你这是说什么呢 你们作为林一龙的长辈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才是林一龙的老灰啊 哎呀 一龙哥 你看他 又生气了 你放心 我不会打扰你们生活的 小丽啊 你不会打扰他们的 你查去沈子交粉 沈子跟你做你最爱吃的凉面 哎呀 沈子 你对我可太好了 英雪 你不会介意吧 小丽姐 你就不用管他 就是啊小丽 你来的 必须来的时间长 我妈说的对 我们家 还不用看一个外地媳妇的眼色 妈 我 我毕竟才是林一龙的合法妻子 她不就是给你买了金手镯吗 我也可以 陈英雪 你是生病病糊涂了吧 你知道在说什么吗 我陈丽姐 在城里开美容店的大老板 年薪几十万 你一个臭打工的 别以为在城里 就是千斤大小姐 就是陈英雪 没看出来 你这么喜欢吹牛啊 我没有吹牛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不但可以送得起 我还能送得起更贵的礼物呢 行了行了 陈英雪 你再胡说八道 我打死你 妈 我真的没有胡说呀 英雪 你得别逞强了 咱俩一个月工资才几千块钱 你上哪弄钱去买比一万块钱金手镯 还贵的礼物呀 李一龙 我真的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龙哥 我看陈英雪 就是想用你的积蓄买吧 什么 陈英雪 你个败渣子 你没本事就算了 你还想脸着我的儿子 我告诉你 有我在 别想动我儿子的一毛钱 妈 你别听陈黎胡说 我自己说你有钱啊 哼 你有钱 我看你就是吹牛 既然你们不相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到时候你们要为误会我 给我道歉 好啊 你现在就证明给我们看 我到时候要看你怎么收场 老嫂子 你们家这个儿媳妇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就是 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敢敢给我们小利比 妈 李一龙 我真的没有吹牛 我想证明我自己 行了行了 你也别一副可燃兮兮的样子 又不是我们逼你去证明自己的 你要想证明自己 那就赶紧的 程英雪 你要是敢耍我们 让我们老林家丢人 我叫你好看 妈 我不会的 你相信我 我现在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喂 夏政 我要给我妈 还有催里人送一些贵重的礼物 你挑一点给我送过来 那送我们城市集团旗下珠宝店 价值两万八千八的项链可以吗 好 就送两万八千八的项链 两万八千八的项链 我没听错吧 他春香婶子 你就听他吹牛吧 他一个臭打工的 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块钱 他能买得起两万多的项链 婶子 我说的都是真的 桂花婶子 这英雪真有钱吗 哎 陈元轩 你是不是吹牛 妈 疼疼 放开我 妈 我真的有钱买 一会就给你放过来了 哎呀 到这个份上啊 你还吹牛啊 哎呀 莉莉 这些家门不信 我帮她弄回家 好好收拾收拾走 哎 妈 你轻点好啊 妈 你轻点妈 妈 孙子啊 不如咱们上英雪家看看 和婆婆胡修理 哎 这个好呀 走走走 走 走我继续喝 哭什么哭 小语 我靠靠的 让你在那边丢人 让你在那边丢人 放开我 我 干什么了 请问你是承认小姐吗 有人托我给你送了礼物 哎 他真有人送礼物呢 这个人不是一年前来我们出的吗 对啊 他怎么能给承认雪送礼物呢 承认雪啊 你一个有父之父 怎么还和村里的光棍有联系啊 沈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们不要误会 我是他朋友夏中的弟弟 今天我哥有点事 让我把礼物送过来 是吗 一龙哥 你这媳妇还真是挺有本事的 虽然人在咱们芸汐村 竟然还有本事 让别人帮她买礼物呢 秦丽 你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李一龙 夏正你也认识啊 上次我快病死的时候 就是他把那忙 哎呦 话虽如此 但是承认雪啊 你毕竟是我一龙哥的老婆 说话做事 得注意影响 咱们村里的村民民风淳朴 可比不上你们城里人 玩的花样多 秦丽 你说话这么阴阳怪气的 什么意思 哎呦 桂花婶子啊 你看我说这些 不都是为了承英雪好吗 你看她竟然还质疑我 承英雪 夏丽说错了吗 作为我们林家的媳妇 以后你就注意影响 少和那些逛国来往 妈您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证明自己 我并不比这个材力差 才拜托朋友给我买礼物的 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 哎承英雪 你不是说 要送比小利还贵的礼物呢 你的项链呢 夏天啊 你这里面有两万多的项链吗 这承小姐都说了肯定有 我可不信 你一个跑腿的你知道什么呀 承英雪还肯定买不起 既然你们大家不相信 小田 你把礼物发给大家 你看看就知道了 好了 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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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脑子有病吧 一口一个丑小姐 她哪来的小姐命 丑严雪 你听人家这么喊你 你也不怕折兽 小雨 我毕竟是你嫂子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对我说话 小田 她也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这却衰货 真不知道董事长 为什么留在这里 你们不相信 现在可以把礼物打开看看 妈给您的应该是最贵的最好的 你打开看看 天呐 好大的翡翠啊 我还没见过翡翠呢 这肯定不是真的 是 不就是一串珠子吗 我在城里见多了 这呀就是玻璃仿制的 一串也就不到十块钱 不是的 这就是真的你们胡说 嗯 承英雪 你真当我们村里人都没见过世面是吧 我可告诉你 我陈丽在大城市待了那么久 什么好东西没见过呀 哼 哎呦 你看看 这翡翠上面 都有列文了 婶子 这一看 就是假货呀 陈丽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利剑 这翡翠 也会有列文啊 你们大家不要听他胡说 对 谁告诉你们啊 翡翠没有列文 你也没这些土老毛 懂什么 哼 你是他朋友的弟弟 你肯定会帮着他呀 婶子 你可千万别相信陈丁雪 他就是骗你的 好啊你个陈严雪 我们老林家的脸 都被你丢尽了 妈 我没用好啊你 陈严雪 月雪 你还给咱妈最大的项链 你就是想看咱妈出丑 哎呦 婶子别生气 来先坐下 妈你看 果然像小丽姐说的那样 都有列文了 你们懂不懂翡翠 翡翠就有列文 你算哪根葱啊 还敢质疑我们 哪有你这个外乡人说话的份 对 你这个外乡人 赶紧滚出去 小田 你先走吧 我没事的 好吧 哎呦 陈严雪 你朋友的弟弟 还真听你的话呀 婶子 一龙哥 难道你们就不怀疑 这陈严雪 她的私生活吗 陈严雪 你是不是做了对不起林一龙的事 妈 崔丽她就是胡说八道 林一龙 快过来帮我解释解释呀 你对我儿子凶什么凶 妈 你别瞎想 瞎想的确是应雪的好朋友 在成立大功的时候帮了她不少忙 妈 你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林一龙吧 哼 谁知道你是不是连我哥也给骗了 我都解释过了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哼 陈严雪 你送的礼物是假的 还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的 我们芸汐村可容不下你这种败坏名声的女人 对啊 我女儿说的是 她审的 我看这种沙谎败家还生不出儿子的儿媳妇啊 还是趁早休了吧 对呀 可不能让她继续祸害林一龙呢 妈 我都解释过了 这林一龙也说了 我是真的没有做对不起林家的事情啊 你给我闭嘴 你的孙子们说的对 你生不出孩子的女人 要你干什么 你今天没做对不起一龙的事 不代表你明天做不出来 对啊林一龙啊 你啊 别等被她欺负了之后才后悔 听我们的没错 赶紧跟她离婚啊 跟小丽结婚才行 对小丽结才是跟我哥牵手一对 程应雪 你配不上我哥 我 够了 妈 你别再说了 我是不会和她离婚的 我相信应雪 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你个逆子 你要气死我呀 妈 我和应雪才结婚一年多 你怎么让我们离婚呢 好好好 你有理 我着急了 行吗 妈 妈 妈 丽雪 丽雪 走 咱们空 好你个程应雪 都和别的男人不清不楚了 一龙哥还不和你离婚 到底给一龙哥灌了什么迷婚汤了 行了乖女儿 别生气了 不就是一个离一龙吗 咱不要了 妈那给你找个更好的 我不要 我就要一龙哥 那程应雪哪里比得上我呀 小丽姐 你放心 我和我妈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 她一个臭打工的 哪比得过你 你比她好一千倍呢 这老人家还真是家没不幸 娶了一个这么不动用的媳妇 我看就是得好好教训教训她 对 春香沈子说的太对了 这程应雪就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了 诶 小雨啊 你一会儿陪我去镇上一趟 咱俩商量点事儿 嗯 好 诶 这俩孩子干啥去啊 哎呀 别管他们了 走吧 阿炳叔 里边请 您快点 哎 好 阿炳叔 您当心脚下哈 哎 好好好 小丽姐 你可真是太聪明了 想了一个 让人装成程应雪屠村的人 说她是克星灾星的一个好办法 那当然 我都不相信 事情都成这样了 这程应雪能不被修 好 说您坐来 哎 慢点啊 哎 闺女 跟你说好了 这个事儿 我给你办成了 要给我五千块钱啊 嘿嘿嘿 说您放心 只要这事儿给我办成了 这五千块钱啊 少不了您的 哎 您呢 就别瞎擦心了 我小丽姐 可是城里的大老板 还能少了您这五千块钱呢 阿炳叔啊 这待会儿啊 您要怎么缺德 咱就怎么说 一定要把这程应雪说的 把它说成个灾星 让家里把他赶出去才好 哎 你你放心 放心 哎 妈 你快出来呀 妈妈 快 哎 他咋了 火力火力了 出大事儿了 我在路上遇到的这位阿炳叔 他说是程又雪同村的 他说咱们家被灾星缠上了 你呀 你胡说什么了 什么 咱家又灾星 程又雪 你真是不要脸 啊 自己克死自己的家人 还瞒着林家 嫁给他们 你 破坏他们家的赌商应得 程又雪 你怎么这么恶毒啊 这个人 不能留 你 你是程又雪的同乡 程又雪 克死了咱的家人 妈 这还了得了 我们得赶紧赶走她 妈 我不认识她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这么诬蔑我 好你个没良心的 我可是你阿炳叔啊 你小的时候 我还抱过你 你现在 装着不认识我了 我 你胡说 我们家根本就没你这样的亲戚 阿炳叔 你说的是真的 程又雪 她就是个灾星 对 就是她 妈 这个灾星 来你们家 是不是一年多了 一直怀不上牌子 她和人你们 一直生气啊 对对对 你说的就是真的 程又雪 你果然是个灾星 妈 这个人说的话不可信啊 我不认识她 是啊妈 这个不算从哪儿蹦出来的阿炳叔 她的话你不能信啊 滚看 你又看 你是被这个灾星迷坏了眼睛 阿炳叔 我求求你 你把这个灾星给我带走吧 我的儿子 也被这个灾星迷坏了 连妈都不认识了 你放心 只要你们要她离婚 我马上带她离开 绝对不要她祸害你们家了 保证 你们家越来越好 程又雪 赶紧给一龙离婚 我们家 可过不起你这座大佛 妈 我是不会和一龙离婚的 这些都是迷信 你怎么能相信这些鬼话呢 程又雪 你怎么这么坏心肠呢 你是不是就像看我哥被一祸害成乞丐 你才满意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 我和一龙好好的 怎么能因为这个人的一句话 我们就离婚了 程又雪了 你滚不滚 妈 滚 妈 这不是封家迷信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过一边去 你做的很对 这个灾星啊 就应该这么教训 趁早把他赶走 你们家 就安宁了 你儿子 也会听话的 阿炳叔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哼 灾星 你害人不浅 死到临头 还这么嘴硬 我不是灾星 你到底想要什么 为什么这么误恋我 你少对阿炳叔大佛想叫的 你看看你这个破坑样子 你还不是灾星 哎哟 沈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过来给你们送点吃的 嗯 这个女孩 红光满面 一看就是有福之人 一定会给你们家 带来福气的 哎哟 是吗 小丽啊 沈子没有看错你 一龙啊 小丽才是给我们家 带来福气的人 阿炳叔 您说我是有福气的人 是真的吗 嗯 我阿炳从来不说谎话 一看 你福气大着呢 阿炳叔 你是不是和陈丽认识 陈永雪 胡说什么了你 就是 你这个灾星 在我们村里 就学会了胡说八道 哼 你们真的以为我陈永雪是傻子吗 陈丽 你敢摸着良心一样 你不认识这个所谓的阿炳叔吗 沈子 你看陈永雪 你给我闭嘴 陈永雪 你再欺负小丽 看不出来你的嘴 妈 明明我这是你的儿媳妇呀 呸 我就看不上你 我就忠于小丽 陈永雪 听到没 你呀 不讨沈子的喜欢 还不识笑点 赶紧滚 哼 记住了 我是不会和陈永浓离归的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 这个灾星啊 不服管教 作为他们同村的长辈 我替你们叫醒叫醒他 劳烦你们 帮我把它安住 好的阿炳叔 放开 妈 我都不能乱来啊 别动 放开 我叫醒完贝儿的时候 大男人给我出去 快 出去 出去 妈 开门 妈 放开 妈 小玉 我真的不是灾星了 你 不论 给我五十三个轮 阿炳叔 你可千万别对他留情啊 对 这个灾星 给我们灵家生不住孩子 害得我们灵家差点端子绝孙 绝对不能找过他 妈 你开门啊 你不能乱来啊 妈 妈 放心 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放开我 放开我 你 你们 你们一定会找抱怨的 你 感受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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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优雪 妈 你在干什么呀 我告诉你林一龙 今天 必须和优雪离婚 要是不离婚 我跟一端就母子关系 哥 你可不能犯糊涂呀 咱妈年纪大了 还得为你操心 林一龙 只要你和陈一龙离婚 我不会嫌你二婚 我会嫁给你的 那就好 那就好 林一龙 赶紧进去离婚 妈 我不会把林一龙离婚的 我能证明 能证明这个阿表叔他在说谎 陈一雪 你在胡说什么 阿表叔怎么可能会说谎啊 陈一雪 我看你 就是想祸害林一龙 才不和他离婚的 你少给我证毁阿表叔 赶紧给一龙离婚 别逼着我杀你 好 既然你们说我是灾星 那可以让我和阿表叔 单独说几句话吗 我也想知道 我这个灾星以后要怎么活 好 只要你和一龙离婚 我也不拦着你 找阿表叔帮忙 好 我答应 林一雪 你 这是你说的 不许反悔 小雨 小丽 咱们去吃西瓜 我告诉你 陈一雪 她愿意找我阿表叔 让她去找吧 走 来 来 好 你干嘛呀妈 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对吧 你 你什么意思 你 就是浑海村里的灾星 现在也没有人 你不要再装了 你就是陈丽找来的骗子 你 你胡说 我可没有 你放心 我也不是要拆穿你 我只是想 让你帮我一个忙 嗯 嗯 你 你想干什么 财力 给你钱了吧 嗯 嗯 嗯 你不用说 这一看 就给的还不少 我 不是那种看钱的人 嗯 了解 看到钱 你就不是人 你个灾星 怎么给我说话呢 我给你一个挣钱的机会 嗯 你这也不瞎呀 听到钱 这俩眼珠子比我多大 嗯 你能给多少 我能给你 比陈丽给你更多的钱 但是你要帮我证明我不是灾星 还要帮我赶走陈丽 这怎么行啊 陈丽 可是我的乖侄女 哼 我的至爱亲朋 得加钱 那当然了 陈丽 给了你多少钱呀 五 一万 哼 小钱 我给你五万 什么 你骗我的吧 你一个农村人 怎么有五万 别说五万 就是五十万 我现在也能给你拿出来 喂 夏秘书 董事长 陈丽的消息我已经查到了 陈丽她的美容院倒闭了 而且这个女人 吃生活非常不见脸 没有脸了 才跑到农村的 原来如此 哼 哼 哼 阿丙叔 待会儿啊 你找个机会 把陈丽破产的事情 告诉陈丽人 还有她污蔑我的事情 看看她会不会自己说 如果她不说 你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这个 是新一业务 抵加钱 哼 哼 我看你又是想欠杂了是吧 哎 别别别 我干 我干 哼 你只要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 帮我把陈丽搞定 钱嘛 我再给你翻呗 你可是真杂 哼 走 走 妈你看 我丽丽姐多相会啊 哟 哟 出来了 出来好 林一龙 赶紧给陈英雄离婚 哎 陈英雄 是不是 要和我林一龙哥哥离婚了 赶紧收拾东西 滚蛋 妈 您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和林一龙离婚的 叶雪 我就知道 你不会和我离婚的 哎 你耍我 你怎么能撮饭呢 是你说了 跟我儿子离婚的 陈英雄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妈 我不是灾星 阿炳叔 她也承认了 她是认错人了 什么 啊 我 我认错人了 我错过你儿媳妇了 哎 说什么呢 陈英雄不是灾星 我们明明 哎 陈丽啊 明明什么呀 说出来 说话 别只说半句呀 你管我说什么呢 陈英雄 你到底使了什么招 让阿炳叔 突然改了主意 阿炳叔 你说呀 说实话 这陈英雄 她到底是不是灾星 你这个小丫头 我都说了 我认错人了 你怎么还要挂个英雪呢 你 妈 这下你该相信我了吧 我不是灾星 这一次 你不会让我和李一楼 再离归了吧 你胡说 陈英雄 你要不是灾星 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 不怀孕呢 哎 对 小李说的对 阿炳叔 你确定 陈英雄不是灾星 她为什么生不上孩子 呃 这个 生孩子这个问题 得得随缘 妈 阿炳叔都说认错人了 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不能听陈英雄的话 我看这个阿炳叔 说话也不靠谱 妈 就该让他跟我哥离婚 娶小丽姐 小雨说的对 我看 这个死瞎子 一定是被陈英雄收买了 你个死瞎子 陈英雄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 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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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女王啊 明明是你花钱雇我 陷害陈英雄的 你 什么 你闭嘴 你能打我的 我还闭嘴 你这个老爪呢 我是陈丽 陈丽的邻居 是她花钱雇我 来陷害你这个陈英雄的 什么陈丽 你太过分了 一龙哥 你听我说呀 老爪子 你们家儿媳妇 是个好姑娘 这个陈丽 不是个王子 看我要说 她还打我 我都告诉你们 陈丽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 怎么 说我错来了 而且 我还告诉你们 这个陈丽这个外星 在城里开的美容院 倒闭了 这个神盒 和不检点 被人接着打 才跑得弄出来的 哼 小丽 你破产了 婶儿 你别听这瞎子胡说 陈丽 这个阿炳说 可是和你一个地方来的 她说的话 怎么会有错 陈丽雪 你胡说什么呢 婶儿 林玲 事情不是她说的那样的 唉 小丽姐 你真的破产了 我 我 我没有 我阿炳 不会说谎 这个陈丽 就是破产了 现在 连五百块钱都拿不出来 我撕了你这个死瞎子 转 陈丽 既然你说阿炳说再不说 那你就证明自己啊 你现在给小雨 转一千块钱 我们大家 就相信你 陈丽雪 我凭什么证明给你看啊 好啊你 和这个死瞎子勾搭 欺负我是不是 你们都不得好死 小丽姐 反正你也没破产 你就证明一下自己 给我转过来 我又不坑你 这个蠢货 这个阿炳叔怎么知道我破产的 这 这我怎么拿钱啊 我现在身上 连三百块钱都没有 小雨 看来你陈丽姐 不相信你啊 转给你一千块钱 她都不乐意 陈丽 你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林雨在你眼里 就是太小便宜的人吗 小雨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可别让陈丽雪 挑拨我们的关系啊 小雨 我没有再挑拨你们的关系 陈丽 你还是赶紧赚钱吧 我 我的手机坏了 而且 我的钱都在卡里 现在 也拿不出一千块 没事 反正我们家离得这么近 现在我跟你去拿 不能让陈丽雪 小看我们 我 不用这样吧 小雨 我 小雨 她都这么拒绝你了 你还相信她没破产吗 陈丽 你这么支支吾吾的 难道你真的破产了 你回农村 真的是为了躲占 我 我告诉你们吧 这个陈丽 在城里 是臭名远养 我们都叫她再兴 守不住财 我们都躲着她拢 哎呀 妈 陈丽名声这么臭 你说 她要是和林一龙躲得这么近 会不会村里人说闲话的吧 这 我儿子的名声肯定不能受连累的 陈丽 你赶紧给我走 以后不能来我家 对 就应该这样 不 沈丽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 这个死瞎子 她再说谎 她根本就不是我那城里的邻居 她是我和小雨 在城里过来的 我就是你邻居 就连小雨这个小姑娘都被你骗了 你就是破产了 你胡说 小雨 你快帮我说说话呀 这个骗子是咱们花钱雇来的 小雨 陈丽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 我不知道 妈 我看肯定是这个陈丽 怕以后被村里人排挤 她故意说阿炳叔是假的 再说了 阿炳叔要是假的 又能怎么准确的说出 陈丽破产的消息 对 我告诉你们 陈丽 破产的消息 马上十里八岁 都知道了 小雨 我算看错你了 给我滚 小雨 你倒是说话呀 我 你少对我姑娘打我笑娇的 赶紧出去 阿炳叔 现在真相大白了 我希望你把陈丽家的事情 尽快的告诉村里的每一户 好说 记着我们说好的事情 小雨 我还是希望你以后把眼睛擦掉 不要再被这个陈丽的骗了 叶雪说的是 小雨 以后你要离陈丽远一点 行了行了 陈丽雪 你少一封小人得知的嘴脸 还想教训我 下辈子吧 哼 好了陈丽雪 我女儿还软不到你来指责 别以为今天小丽这个事 我就对你有点改观 我告诉你 今年年底 你要给我生不出个孩子 你就给我儿子离婚 妈 你怎么 我怎么了 我老了 我想报个孙子 我有错吗 我饿了 陈丽雪 妈 其实也没什么坏心思 我知道了 我去做饭 妈 小雨 吃饭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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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你做的饭 我今天被你们折腾的一天了 你你 tocconce 你还过不过日子了 妈 我就是想让你们吃得好一点 让你们吃热口饭 你的意思 是我想吃这好东西了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妈 英雪做都做 您要是不想吃 我就把昨天的隔夜饭 拿出来在娘上吃 隔夜饭让英雪吃 这饭咱们吃 小雨 吃饭了 好 隔夜饭我吃 小雨 吃饭了 叶雪 你喜欢吃一味吧 来 给你 小雨 还不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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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又来了 什么 你男朋友来咱这 小雨 你什么时候叫男朋友 你大哥怎么不知道 我男朋友可厉害了 那可是城里的大领导 真真的城里人 不像陈远雪冒牌混 我 哎呀 大领导 是干啥的呀 妈 我男朋友 可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年薪好几百万了 城市集团 董事长 没错 那可是大公司的董事长 陈远雪 你个臭打工的 也是沾了我的光 才能见到这么大的领导 小雨 你确定你男朋友 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吗 可是据我所知 这城市集团董事长 可是个女人呀 陈远雪 你什么意思 你是记得我对不对 你怎么能知道 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是男是女 小雨 我说的是真的 你千万未清楚呀 不要被骗了 陈远雪呀 陈远雪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男朋友 就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你再乱说 我让我男朋友 饶不了你 哎呀 我我死 你个臭打工的 哥 好好管问你媳妇 哎呀 亲爱的 你当哪儿了呀 喂 亲爱的 你到哪儿了 亲爱的 我到你们村口了 你们家在多少号 250号 行 我马上到 记得过来接我啊 咱们家这豪车 一定让大家都知道知道 那必须的 我和我妈还有我哥 都在门口等着你呢 行嘞 哎呦 老嫂子 你家这是来贵客了呀 那当然了 这是我淋雨的男朋友 城里大公司的大老板 呦 大领导啊 怪不得开这么好的车啊 老嫂子 你们家真有福气 哎呀 快 你别亲 亲爱的 我来了 走回家聊 来来来来 刚坐我办 来里边坐 哎呀 亲爱的 男朋友开豪车 穿名牌 你还有什么质疑的 并不是所有开豪车的 都是有钱人 骗子 也是会用各种手段来骗人的 大胆 你一个村姑 敢质疑我的身份 我堂堂 从事集团董事长 怎么会骗人 就是程庄全 你就是嫉妒我 我没有消遇 我是真的为了你好 鼻子 王总 你可是我们的贵客 来 别给他一边见识 吃菜 吃菜 好好好 妈 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是个女人 这个王刚 很有问题 你还说 别说我打死你 团队女全 你少说两句 一龙 这个小雨 真的被骗了 你 哼 你一个小小的村姑 竟然敢质疑我 要不是看在我女朋友的面子上 你们这个鬼迪 我太胆了呗 承认去 你敢惹我男朋友生气 我打死你 小雨 你太过分了 我只是为了你好呀 人家王总 是你质疑的吗 你真是活该挨打 妈 小雨 你怎么能打人呢 再怎么说 这不是你嫂子呀 这也是为你好 哥 陈用选就是嫉妒我 你还信任他 你就是被这个狐狸精 给迷了眼了 这个林宇 虽然长得好看 但是 是个傻逼 这个陈用选 看来 看来不能小瞧 他怎么知道 城市集团董事长是个女的 看来 我得好好讨好林宇跟他妈 这样 才能骗他们的钱 哎 大哥 女人啊 就是这个心中 你也别怪他你老婆 看看吧阿姨 跟我的小雨 气成什么样了 哥 你看我男朋友 多有风度 都被陈用学这个村姑 质疑成这样了 都没找他麻烦 哎 哎 玉玉啊 我能包容他们俩 那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贝贝吗 哎呀 讨厌 不要当着我妈和我哥的面 说这么肉麻的话 阿姨 大哥 我未来还是要跟小雨结婚的 今天第一次登门 给你们备点活力 不贵 就百八十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王总 你真懂事 让你破费了 真不好意思 哎 阿姨 哎呀 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不说两家话 哎呀 这么大一个古董花瓶 亲爱的 跟电视上一模一样 亲爱的 你真实货 这个 一百八十万 古董花瓶 一百八十万 一百八十万 程银 真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这古董可价值百万 你有什么资格 质疑我男朋友 小雨 你男朋友 送了这个古董花瓶 是假的 程银絮 你在胡说什么 程银絮 你疯了吧 叶絮 你别闹了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 哼 程银絮 你一个村姑 有什么证据 证明我这花瓶是假的 因为真的 在我朋友下葬那里 哼 你胡说 我这明明就是真的 你朋友 你一个村姑 能有什么厉害朋友 妈 你看程银絮 他就是存心 不想让我好过 他就是看我男朋友 不顺眼 我男朋友要是生气 不要我了 我可怎么办呀 程银絮 你非要闹着这个架 继权不宁你才开心吗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保护小雨 不想让他被这个骗子给欺负了 阿姨啊 您看看我 这一山名牌 门口的豪车 我怎么可能是骗子 哎呀 王总 你肯定是傅少爷 我们相信你 就是妈 这个程银絮 就是存心想把我男朋友给气走 人家大老远来看咱们 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 他竟然说是假的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小雨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个葫芦花瓶 他就是假的 你嘴 妈 你们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可以证明的 好啊你个程银絮 我一直不发胃 你拿我当病猫是不是 既然你说你能证明我的发屏是假的 那我给你个机会 但是你要证明不了 立马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对跪下磕头道歉 以后还得给我当牛做马 我让你往东不能往西 好 我答应你们 英雪 你哪里的实际就问这个是假的呀 别担心 我有办法 哼 你就吹牛吧 妈 小雨 你们相信我 我不会恨你们的呀 这个王刚的身份很可疑 你看阿姨他们信一信 陈永雪 你就捉吧 这个头你磕定了 亲爱的 陈永雪啊这个吞锅想出手 那咱就让他出 我不会出手的 王刚 我一定会证明你的东西是假的 喂 夏正 你带余老先生过来一趟 这里有个古董花瓶是假的 你让余钱先生过来帮我鉴定鉴定 好的董事长 妈 小雨 你们应该认识余钱先生吧 余钱 这个名字 怎么这么熟悉啊 陈永雪 你在卖什么关子 你想说什么 我 余钱 那不是电视上 那个古董花瓶的专家吗 哦 对对对 我最爱看那个 古董花瓶的节目了 陈永雪 你的意思是 你的朋友 能把余钱先生请过来 对 妈 余钱老先生过来 一定能指出王刚的花瓶 是假的 陈永雪 你以为你是谁 你的朋友真有那么大的面子 还吹牛 陈永雪 你可真敢说呀 人家可是大明星啊 是你这种人 想请能请的来了吗 妈 我真的没有吹牛 余钱老先生 刚好是我朋友夏正的舅舅 以前在城里的时候 我们还一起吃过饭呢 陈永雪 你觉得我们就这么好忽悠吗 就你还和余钱老先生吃饭 你也不看看你那个鬼样子 就是真搞笑 哥 你还是赶快趁早修了你这个疯子老婆吧 林一龙 你妹妹说的对 你这个疯媳妇啊 不配宰在那家 妈 妈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们都不会相信我 但是夏正 马上就会带余钱先生过来了 你们一定会相信我的 唉 陈永雪 你就嘴硬吧 我看看你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一定会拆穿你这个骗子的真厌目 给你脸了是吧 你真觉得我不会对你动手 他敢骂我 你是真觉得我不敢打你是吧 一个大男人 怎么能为一个女人动手呢 陈永雪小姐 你没事吧 夏正 你来了 余钱先生 非常感谢您能过来 您客气了 陈小姐 我们还是先看看花瓶吧 你 你真的是余老先生 这怎么可能 你真的是余钱先生 唉 你这个年轻人 我难道在电视上长得不一样吗 我余钱 行不更名 做不该性 妈 小雨 你们不相信我 还不相信余钱先生吗 不相信的话 我倒是带了身份证 但是 我也不是什么大明星 只是一个喜欢研究古董画评的老头子爸爸 哎哟 余钱先生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你个电视上啊 长得一模一样 哎哟 我们家来的大明星了 快 快请坐 快 不用那么客气 陈小姐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花瓶 是的 余老先生 麻烦您帮我看看 这个古董花瓶 到底是不是假的 是啊 这是怎么办 怎么用去 这个村库竟然认识这种大人物 真是低估了吧 我那几十块钱的假货 我这老头子一眼就看出来了 麻烦您帮我看看这个古董花瓶 到底是不是假的 好 我马上看 看来我得找个理由 就说是被骗 余老先生 怎么样 这个花瓶 不会是假的吧 这可是 我牛的男朋友送了 就是 这肯定不是假的 春雪 就是在没事找事 对对对 这肯定不是假的 妈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了 我没有再胡说 一雪 难道 这这古董花瓶 真的是假的 哈哈哈哈 经过我的观察 这个花瓶 连仿的都不是 就是个十几块的玩具 妈 现在 你们总该相信我了吧 这个古董 就是个假货 哎呀 什么 假的 王主 你怎么能拿个假的 来互动我们呢 亲爱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 啊 这怎么能是假的呢 我也不知道啊 这是我同朋友买的 啊 我一定啊 也是被骗了 你到底是真的被骗了 还是你自己故意来骗我们家人的 程小雪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怎么会骗小雨呢 我也是被骗了 就是程小雪 我男朋友就是被骗了 你不同情就算了 还挖苦 你这个女人 怎么这么坏心肠 就喜欢看别人都要是吧 到底是谁坏心肠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而且我们刚刚说好了 现在 我请来了余先生 证明了这个古董花瓶是假的 你们 该给我磕头道歉了吧 什么 你还想让我和我男朋友给你磕头道歉 你们误会了我害得我被妈打 难道你们不该道歉吗 而且我们刚刚说好了 你们忘了吗 这个 程小雪 你跟外相互 你别太过分了 就是 程小雪 你别得理不饶人啊 我也是被骗了 哎 哎 哎 难道你一个大男人说话不算数 妈 你看程小雪 好啦程小雪 这是干嘛呢 以后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把气氛搞得那么僵 妈 说了证明古董花瓶是假的 就磕头道歉的人 不是我 怎么 你一个大男人还想耍赖啊 哼 这不应该 自己说的话就要做好 还有你这个老太太 怎么这么偏心 哎呦 我 不是 哎 小雨 既然余先生发话了 你就可以允许道个歉吧 什么 妈 我 你不道歉 难道 还让王总道歉不行 为了我亲爱的 这个歉我必须道 好 程允许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但是我是不会下跪的 你也别想让我亲爱的给你道歉 你 够了 你打罪了王主 我打断你的腿 我告诉你 你也以为余先生给你撑腰 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哇 行了行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允许 再去做两个菜 好好招待余先生 咱们家来的大明星啊 这时间喜事 妈 你偏心 我男朋友难道就不优秀吗 优秀 优秀 允许 再加三个菜 快去呀 去吧 啊 程允许 你怎么在这傻站着不动啊 程允许 你还在这愣着干什么 我给你脸呢 你这么干什么 你这个老太太 没事的 辛苦你送余先生一趟 也辛苦余先生了 哎 程小姐 您客气了 我 先行一步 哎哎 余先生 你别走啊 程允许 你别像个蹦头一样 快去送送啊 好 我去送 董事长 您这是何苦呢 在这里 这么受委屈 没关系 等我生了孩子就好 毕竟林龙 当初救了我 这个恩 我必须得报 那好 董事长 我们先走了 这个扫把星终于他妈的头 哈哈 阿姨啊 我跟小雨 准备要结婚了 婚房都已经准备好了 真的吗 亲爱的 还有婚房呢 对 我给你买了城里最贵的那个小区的房子 而且呢 我还开了个公司 可是吧 这个投资还差一点 阿姨啊 我想呢 您能不能先给我投资一下 这个 这 这 我们给你投资 大哥 您放心 我这个投资啊 是有回报的 而且周期很快 您给我个十几二十万了 我带你们出去玩一圈 等您玩回来 我就几倍几倍的还给你们 真的 投资二十万 旅游回来 翻两倍 两倍 二十万 就 变成四个万了 对 而且啊 一个月之后 就变成一百万了 一百万 是啊 哎呀妈 赶紧投资 我男朋友这是给咱 发财支付铺路呢 对 大哥 阿姨啊 你们放心 我也是啊 看看我们马上 就成为一家人的份上 才拉你们投资的 妈 你看我男朋友多好 咱就别犹豫了 你怎么啊 把他拿出来吧 这么好的事儿 咱可别错过了 哎妈 靠谱吗 哎呀哥 你妹夫说的话 你还不信 犹豫什么呢 赶快拿钱 拿钱干嘛呀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儿 管主机 就是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你管不着 我是林音龙的老婆 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我怎么就管不着呢 林音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叶雪 刚才朗朗说 让咱们家借了他二十万 然后带咱们家去旅行 回来之后就变成四十万 哼 这怎么可能呢 哼 你这个村姑 当然觉得不可能 行了 陈音雪 一龙赶紧拿钱 咱们家终于夸杂了 妈 不能投资 这个人 他就是个骗子 阿姨啊 我可没有说谎 我看啊 这个陈音雪 就是怕你们家有钱了 配不上大哥 被他给修了 对 我亲爱的说的对 陈音雪就是不想让咱们家有钱 我没有 混货 哼 随便一说就被骗了 看来这次肯定能骗二十万 你胡说 那种地方的房子都是密码所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钥匙 你根本就没有买房子 你这个贱人 处处跟我作对 这么着 你想干什么 想打我吗 陈音雪 你怎么回事 我男朋友送我房子 你眼光是不是 小玉 你不要太单纯了 他就是个骗子 骗你那是古董花瓶 现在还骗你他买的房子 我男朋友都说了 那古董花瓶他也是被骗了 刚才房子的钥匙 你不也看到了吗 对 古董花瓶的事是个意外 我也是被骗了而已 我堂堂要城市集团董事长 他没钱 你根本就不是城市集团董事长 我拆穿你送古董花瓶 你就应该知道悔改 现在看来 你根本就不要脸呀 你什么意思 妈 小玉 林一龙 我们这个不能投资呀 看来我不能再隐瞒下去了 我的真实身份 其实就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董事长 是啊 英雪 你在说什么呀 你疯了吧 程英雪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人 他就是个骗子 程英雪 你要是城市集团的董事长 那我就是董事长的爹 英雪 你怎么也胡言那语了 你别说了 李一龙 我说的都是真的 真是可笑 程市集团的董事长 怎么会在这种地方 给人家当媳妇 我只是为了报答我老公 当年的救命之类 所以才会嫁妇她 在这里生活而已 阿姨 这个程英雪 就是故意组织你投资 把这装疯卖上 我没用 就是程英雪 我看你是摸定了吧 这么不想让我们家好起来 你怎么那么自私不要脸 好啊程英雪 你怎么这么自私自利 你在这儿变下话 我不主意 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为什么一直都不相信我 你 妈 哥 妈是那边 王哥 替我揍她 求资不得 我就是程市集团董事长 这八种你敢打下去 我让你终身获悔 来呀 你打呀 行 打得好 你给我等着 亲爱的 打得好 真把自己当盘菜 秘书 你们现在可以入场了 我要回家 程英雪 你还有脸回来 你们马上就会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董事长 哼 我们懒得看你在这儿演戏 阿姨 我们还是继续聊聊投资的事情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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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我们来晚了 你受苦啊 程英雪 你又冒兔董事长 怎么跟我们董事长说话 你敢打我 儿子 你媳妇找人打我 哎 为老不尊 我对你一点耐心都没了 董事长 我们 回去吧 这个招摇撞骗的骗子 废了 少妙少妙少妙 救我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林一龙 我看我们这段婚姻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回程 哎 英雪 英雪 英露 你赶紧追啊 快去追啊 好好好 哎呀 我这是干了什么事啊 我 我真的是董事长 哎呀 哈哈 晚安 你 哈哈 是啊 我 你